第一你要先讓你的骨盆上下是鬆的 找到鬆了之後我們先測試一個地方 踮腳的能力 這個踮腳你要去感受它有沒有被卡卡的 如果這個踮腳太快 這樣瞬間它就會卡卡的 所以你要用撕的去檢測你的腿離開 然後重心不能轉換重心不能這樣倒 所以重心是在中間 這是第一個最基本的 找到基本之後再把你的腳踮起來 踮起來之後把你的主力腿往後打 往後打的時候你的骨盆會自然的上下 去感受這個大腿往後打屁股 膝蓋不要到鎖石 後面也是肚子收 膝蓋先右腳回彎然後往後打 打的時候你會發現當你往後打的時候 臀部自下 像我臀部自上往後打的時候 臀部剛好下 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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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骨盆這樣帶動出來的 好兩個測試幫助結束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先繞圓 那這個最重要是你的膝蓋的位置 膝蓋請固定在前面 不要轉來轉去 不會開腿不會關腿就是固定的 好現在再轉彎 讓你的胯帶骨盆的能力 好寬都帶動然後呢膝蓋不會轉彎 後到前你的寬也不會亂動 不是寬你的膝蓋也沒有亂動 好所以找到一個穩定度之後開始來爬坡 從前爬到後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twist 準備twist請不要把腳轉彎 twist膝蓋再往前方 微微twist 然後開始走切 準備切 一二用左腳切 五六七八 從後面回來也是先去後方 然後呢用你的左腿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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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連起來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後到前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連起來就是蝴蝶茄我們從後到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這樣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面回來